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ython3 今天咱们的主题 大家请看 导入外部类 什么意思 上一期前两期 咱们定义了类嘛 对不对 定义类 而且还派生 还继承了一项 今天咱们要把这些类定义的代码 放到外部文件当中 然后再把它导入进来 该怎么做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 咱们不可能说 把系统中所有的类定义 所有的模块 都放到一个文件当中 咱们就拆分成各个子模块 子类进行管理 对不对 好 咱们就来实现一下 好 看一下今天咱们的知识点 就一个 导入外部模块 以及外部类的方法 该怎么做 马上实战演习 注意看 今天咱们的实战演习 有两个文件 第一 看 叫MyCore 这么一个文件 这个里面干什么 把我上期 给您做的类定义的代码 都放到MyCore 这个文件当中去 拆展名是PY PySOM 对不对 OK 接下来 咱们再定义一个 Man模块 主模块 启动模块 然后呢 咱们去引用 外部类的内容 引用以及使用 都该怎么做 马上试试啊 好 咱们先建一个 叫做MyCore 好的 来一个 试一下 然后拷贝上 咱们上期代码 类的定义的写法 完全一样 没有任何的区别 也不用Export输出 好 咱们再回来 再见一个Man 这个方法 非常的常用 而且也简单 您一定要掌握哦 好 拷贝过来 然后咱们 哀行讲解啊 好 咱们看 我的Man这个函数 这个不是函数 是这个文件里面 引用到累了 一个是Player 一个是NBA Player 都没问题 但是大家请看 我现在这个代码 没有做任何的模块导入 对不对 好 咱们试一下 我现在先运行 看会有什么结果 肯定报错 为什么 Player跟NBA Player 用户根本 这个系统根本 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 对不对 好 试一下 灰车 大家请看 是不是报错了 名称叫做Player的 这个东西 没有找到 对吧 好 那咱们需要把 外部模块 MyCore 引用进来 该怎么做 有两种方法 第一 看 一次性导入 所有的类 咱们定义 MyCore里面 定义了很多类 对不对 咱们使用 FromMyCore Import 导入所有的类 这样做 有什么问题 增加系统负担 占用内存 但是呢 节省咱们代码 咱们试试啊 先这么做 好 我再运行 出来了吧 跟咱们上期 运行的结果是完全一样 说用什么 说用咱们系统中 识别到了MyCore里面的 Player 以及NBA Player 这两个类 没有问题吧 但是这种写法呢 我不推荐 为什么 因为MyCore里面 可能会定义 多如牛毛的 成百个类 咱们一下都Import 其实咱们仅仅用到了Player 和NBA Player这两个类 那么没有必要导入其他类 对不对 那么该怎么做 下面是我推荐的写法 尤其在构建大系统中 我极力推荐 这样写 FromMyCore 然后咱们用到哪个类 就Import哪个类 中间用逗号分割 像我这个文档 我这个文件 用到了Player 用到了NBA Player 仅仅用到这两个类 那咱们仅仅Import这两个类 就够了 对不对 好 那咱们再试一下 我这种仅仅用这两个类 咱们看一下结果 Let's go 看 输入结果呢 是完全的一样 但是这个做法 就比较节省内存 提高系统的运行效率 极力推荐 没有之一 OK 今天还有点时间 我再给您介绍一下 这个系统模块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Import的 都是我自定义的模块 MyCore 对不对 还有像上一系的Funk 对吧 那么我如果想引用 系统模块该怎么做 因为Python给咱们提供了 很多的系统内置模块 怎么做 大家请看 就这个地方 系统模块导入 比如说 它提供了一个Sys的系统模块 干什么 来获取系统的一些信息 所以说 这个地方 我Import一个Sys 大家还有很多系统模块了 有机会 我会专门开一套课程 讲解Python内置的系统模块的 各种属性及方法的使用 这个对于咱们学习Python 是非常有帮助 我准备开一套课程来做那个 那在回头来说 今天进行是Python引玉 我给您说一下 不但咱们可以Import到 咱们自己的模块 还能引用系统模块 大家请看 有一系统模块叫做Sys 没问题吧 咱们直接Import了它 然后咱们使用 调用Print. 然后Print 然后是Sys. 这个系统模块里面 有很多的属性和方法 今天咱们今天演示一下 Sys这个系统模块 所带用的版本信息的属性 把它打印出来 咱们再看一下 今天作为这个Subis 作为这个Option 给您讲一下系统模块 今后我会专门开课程 重点讲 好 看 注意 够 大家请看 这看不太明显 稍等 我是加一航线算了 加下面去了 好 咱们再运行 注意看 大家请看 系统模块 Sys.version 这个属性 为咱们输出了 我现在正使用的 Python的信息 3.7.0 这个版本 对不对 而且是最终版 Final版 没有问题吧 系统模块 其实 Python自带的 所有的系统模块 有很多很多功能 不用咱们再去 二次开发函数 就能够使用 这个我会给您 单独做一套视频 去讲解 Python的系统模块 请您期待 好 现在回到我的课件 OK 以上就是今天 我给您分享的内容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无非是把上期 咱们定义的类 放到一个外部文件当中 然后咱们再通过 Import的方法 进行引用 非常简单 而且我推荐您使用 您用哪个类 就Import哪个类的方法 不要多引用 虽然说 你看像下面 这个Import新的方法 写起来非常简单 但是对于系统效率 没有好处 推荐您使用 上面这个写法 OK 以上就是今天 我给您分享的 所有内容了 不知道您听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我的代码 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 会传到YouQoo 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好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